NEO 了世紀天梯都不清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不列電人對上葡萄妖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者的文明是葡萄妖人 葡萄妖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黃金冰種 全部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勝率也是 所以他勝率只要80塊錢特別便宜 葡萄妖人開局的時候也可以吃果子 慢慢吃果子產生木頭 前期可以補正一些經濟加持 算是一個很強的前期的經濟能力 葡萄妖人後期有港灣大商戰 可以做使用無限支援戰術 就是在講葡萄妖人 葡萄妖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火器單位 還有工兵重裝騎士路線 黃金冰都很適合他 他的火槍是世紀帝國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因為彈道學而影響火器單位的文明 所以葡萄妖人的火炮塔 火炮還有火槍都射得特別準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OK 那來介紹一下DOT選擇的文明 是不列碟人 那不列碟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打法還是偏向於長攻路線 那他基本上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雖然沒有品種 但他的輕騎兵或重裝騎士 必要的時候還是可以有效反擊對方的戰毛兵 或是一些特殊的步兵單位 那不列碟人呢 打法還是偏向於不攻作戰 不攻配上騎兵 騎兵有來防遊俠 重裝騎士這種突襲工兵的單位 那後期呢 也有這個戰狼巨型投射機 可以充當火炮使用 那點下戰狼科技之後呢 也可以反擊對方的火炮回去 那整體打法來說 不列碟人還是比較需要偏濃的文明打法 不然他早期進攻很容易打到自己頭破血流 因為他的長攻兵器造價 前期要農起來也不是這麼便宜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打法 那稍微解說一下現在地圖的部分 那最近應該可能會把這個地圖解說回歸回來 因為大家好像蠻喜歡之前的這個我們地圖講解 那這邊可以看到道德的果子在前面的 而且有個高地喔 這也是有點危險的 那如果呢 如果你是像不列碟人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最好是防止直接蓋上去了 不要讓對手有這個踩高地控果子的可能 那可能就是要稍微圍出來一點 然後再圍過來 那正面的話就可以直接圍到死 右邊圍到底這樣子 沒錯 OK 那如果你覺得你偵察不夠到位的話 右邊沒看到 你也可以直接拉一條線拉到底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這樣支援耗費確實會比較多一些些 那道德這張地圖還不錯 就只有果子比較痛苦 所以後面的金礦呢 只要好好守住喔 應該是沒問題 地圖結構看起來不錯 唯一的確定就是他的附金喔 沒有在這裡面喔 後面一點喔 反而是在外面的部分 但是這個位置還是相當好的 在TC的後方 這情況來說是非常優秀的 他只有石頭在前方 算是OK的 好 那這邊道德就要小心塔弓封石頭的一個打法 如果被封石頭的話 就要到非常遠的地方去挖石頭 反而會暴露危險喔 OK 但是沒有關係 葡萄人打塔弓的機率喔 也是偏低的喔 等一下本身就是前期 雖然有加成 但是並不是特別強的文明 所以打一個槍矛前壓 或者是落馬轉小弓之類的喔 都是比較葡萄人常看到的一個打法 那葡萄人這邊呢 石頭在前方 右邊有果子 下方有黃金 左邊有黃金 那看起來跟道德是差不多的 但是葡萄人右邊喔 這邊是更難守 這邊太空曠了 怎麼圍都不好圍喔 可能按個槍兵去防守 就差不多了 好 道德家裡看著被騷擾 但是我們已經圍死了 好 這邊看一下道德這邊細節 我做得很好 高地直接圍了木牆 這樣就不會被踩高地 就會很麻煩 但其實這個地方 還是可以用高打低的效果 所以 這邊其實還是讓對方有這個機會的 去高打低 沒有關係喔 這個高打低 這個巨流 也射不到果子的地方 除非貼得非常近 好 點一擊射 才可以打到這個位置 好 那葡萄人這邊是看到 道德為死 不交流 三隻肉馬 按了兩隻肉馬之後 決定不去按兵了 自己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決定來打一個城堡 打城堡的一個策略 道德這邊是繼續開農 好 這邊補什麼 石牆 哇靠 職上大石牆 道德這一波打得相當不交流 完全不想給對手有機會打進來 OK 那道德這邊是穩農上去 那葡萄人這邊也是一個開農路線 嚴格上來說也不是開農路線 都出了幾隻兵 當然他有即使停損 沒有投資太多的兵力在前線 好 那葡萄人這邊可以升城堡時代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不為家出兵的人 反正可以更快升到城堡時代 反正是道德把家裡為死 比較慢升城堡時代 畢竟我們頻道一直在說 挖石頭傷經濟 這一點是貨增駕駛 也可能對世紀帝國不熟的觀眾 可能會覺得 挖石頭跟挖黃金 到底有什麼差別 簡單來說 石頭沒有辦法換成經濟效益 你不能拿去換成肉 或者是換成石 木頭 你一定要把它賣掉變成黃金 才可以換成肉跟木頭 那這樣一買一賣 你的經濟就會不好 所以挖石頭這件事情 是蠻看時機去挖的 那像是道德像這邊 是想要打一個寶兵 長弓兵打法 單TC長弓 那這邊直接找挖這個石頭 去蓋城堡出來 是一個很正確的選項 但是單TC爆長弓這件事情 是不太容易成立的 怎麼說呢 是因為你就算真的 打出來這個戰術了 你後續要繼續出長弓 然後你會導致自己很難開TC 甚至可能會有這個 經濟落後於人的一個狀況 畢竟蓋一根城堡出來 就是為了按長弓 但是長弓在城堡是在初期 這個經濟消耗期是蠻快的 好這邊可以看到3TC 葡萄人這邊是3TC 那刀刀這邊是選擇出長弓的關係 所以現在3TC沒有辦法 馬上開下去了 OK這邊長弓先回來守一下 二級射馬上就補了 這裡二級射也是補得非常快的喔 這個是想要馬上把自己的長弓 優勢拉到最高 那不列典的工兵單位呢 城堡是在開始 就有這個射程的優勢喔 射程就會多加一點 所以現在是5加2 大概是5加3 8點射程 戰寶兵只有7點射程 所以不列典到這邊 只要射程拿捏得好 就不會被戰寶兵射到 就可以進行的使用射程打擊 好左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3TC打3TC 這樣我們就3TC 倒是因為3TC比較慢下 長弓兵按得有點痛苦 這邊如果下3TC的話 長弓數量就沒有辦法迅速累積起來了 這個就是單TC 就是單TC喔 一上層就出長弓的一個問題了 沒有辦法很難成形起來 你一定要到了城堡時代的中期喔 長弓兵才可以穩定按喔 然後還不斷村 畢竟這個時間點喔 你的木頭還是要投資在你的農田裡 而不是在你的長弓裡 投資過多在長弓裡 就會意味著你的TC很容易斷村喔 讓你的TC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所以這邊到第三個TC 我是覺得下的有點早 不過現在多撒點農田 穩住肉量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這邊TC 待會還是會有空創的時候 好 那葡萄加里 3TC正確農 而且 這個肉 好像有點稍微斷掉的樣子 來到了1分50秒 好 這邊長弓繼續出 好 這邊到得有點危險 高打低 很舒服 但是對方戰毛兵 很坦啊 還是被點掉了一隻 雖然他這邊高地被戰毛兵打 有傷害減免的效果 但戰毛兵中就是戰毛兵啊 而外增傷效果還是比較優秀 好 那如果是葡萄牙的話 這邊看到這個情況 對方長弓 如果自己是打戰毛兵喔 那這個二級的工兵鎧甲也要早點下 工兵鎧甲早點下 戰毛兵的價值喔 反擊能力會再更高一點點 那這時候如果要轉奇兵的話 那其實肉類消耗會非常兇猛喔 那到得這邊如果遇到戰毛兵怪的話 自己可以轉出輕型投石車 或者是轉輕騎兵或騎士喔 反擊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比較常看到的打法 是直接長弓轉中頭 轉投石車進行壓制就好了 畢竟投石車的支援量 跟長弓兵是一樣的 硬轉騎士的話 要下個馬举之外 還要下下騎兵鎧甲 不然還是很容易被有二級色的戰毛兵 給射倒這個騎士喔 所以這邊看一下到得要不要即使反之 或者是直接用長弓 這個一點的射成優勢 去優勢交換對手的戰毛兵的血量 這邊是不列顛 在單挑使很容易遇到的問題 對方不是傻子喔 一定會出這個戰毛兵喔 好 那 葡萄人這邊是選擇了 這個戰毛開局 那如果不是走戰毛開局的話 騎士開局不列顛 到得出門的話 就要隨身攜帶中方長槍兵喔 出門才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然這些長弓損失掉其實很虧喔 好 這邊長弓小龍秀 結果被秀了一個戰毛兵 槍 把這個 戰毛一丟被擊倒了一隻 不列顛沒有彈道的血喔 還是很尷尬 趕快補一個大血喔 待會有彈道的血才會比較好打 好 到得這邊直接一個出門 想要在外面的高地補一根城堡 好 開始把自己的家裡 開始擴充出去 屍體師也補不下了 好 這邊直接撞到了到得的 所有的長弓 全部把戰毛兵給吃掉了 然後葡萄人這邊補下了彈道血 點下的時機其實蠻尷尬的喔 那這邊應該正常來說 可以快速3TC速地往上去了 但是卻在途中點了一個彈道血阿 然後繼續轉出戰毛兵 看來這邊戰毛兵數量其實不是很夠 只有單射箭場 右邊再補下了一個時機 採礦龍帝就去補一下 好 這邊戰毛兵9隻 現在到得有長弓上的數量壓制 22隻長弓兵阿 到得這邊的打法是純長弓爆 好 這裡補下了彈道血 彈道血好了 待會就可以開始秀操作了 好 這裡操作看一下 高打低 但是對手的戰毛兵也會抖動 會抖動戰毛兵就不太好打了 好 下方這裡看一下 好 這裡有賺到一些喔 長弓有彈道血真的是很不錯 傷害非常的好 好 右邊的戰毛兵被追著打 現在二級工兵鎧甲還沒有升級好 好 二級升級好了 這邊可以考慮回頭打一下 好 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點下帝王時代 那葡萄人帝王時代打長弓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的好打 畢竟這一齣風琴炮也會被長弓給射歪喔 好 這邊要修操作了 兩隻戰毛被反擊回去 後面的三隻肉馬沒有想要回頭的意思 這裡要回頭了嗎 還是直接跑了 欸 回頭 欸 走錯地方 直接撞到了長弓 這裡有彈道血 能收掉最後一隻嗎 可以 長弓全部把單位給收了 好 下方這裡目前是直接圍死的狀況 圍了一個萬里長城 圍操場 好 道場左邊再補了一個TC 把自己的經濟想要拉到最好 5TC開農 簡稱無情開農 那葡萄人啊 這邊是一擊挖金一擊挖死也點了 準備要來打寶兵了嗎 那葡萄天遇到葡萄的話 葡萄的火炮是要特別注意的 還有這個森綠喔 森綠因為特別價格便宜 其他也沒什麼好注意的了 遠葡萄人能打東西也就那些喔 所以道場應該是綽綽有緣 看到對方轉馬就槍兵趕快升 應該問題就不大了 好 戰毛兵現在反擊回來 痛苦 長弓在高地 高打低效果非常好 好 連僧侶都很難打長弓啊 畢竟長弓射程太遠了 那即使等一下印刷技術的僧侶呢 也跟長弓射程一樣啊 所以只要一倍招響喔 長弓隨時都可以反擊回去了 好 這邊長弓射程來到了25隻非常多 現在一發一隻戰毛兵啊 好 這邊再繼續拉打也沒問題 好 三級射補下 化學要趕快補 三級射化學 那精銳長弓 待會還需要850肉 這邊要再燃一下經濟 TC繼續補一些村民 右邊繼續控住 好 但是戰毛兵的問題 還是有點麻煩 要不要轉一下中頭 還是要轉肉馬 那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轉肉馬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這邊精銳還沒有去點下 等精銳點完有足夠多的肉 才有可能會去轉肉馬 如果時間點轉頭時車 可能是會更別的一個選項 OK 那到頭了 這邊是打法很正常 長弓開 那葡萄人這裡是瑟瑟發抖 戰毛兵壓制 戰毛兵也不能打這麼久 那長弓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像葡萄人如果有拇指環的話 待會奴兵出來 就會能打得隱藏弓兵 如果能貼得到的話 好 那葡萄人這邊是決定要打工程器單位 沒意外的話是直接轉火炮 但火炮跟長弓互打的話 長弓也是能反擊火炮回去的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誰在操作更好 OK 那不列天 這邊是點下精銳長弓的升級 7加4 攻擊力來到最高 射程是6加5 翼龍騎兵需要750木頭 需要再點下木才可以點下這個銀罐技術 好 那不列天這裡村民樹拉到150吋 農田穩定之後就可以考慮去轉騎兵科技了 這時候才可以慢慢轉 但這裡又有個分支在了 如果對方是走一個火炮夭制或是巨頭夭制的話 戰狼科技也要趕快投資 所以這個算是不列天中後期 需要注意一個點 到底什麼時候要轉什麼科技 會更加適合 好 那這邊戰毛兵數量也很多 大概45隻 道特這邊長弓數量來到39隻 39隻對上45隻的戰毛兵 好 上方這裡 有點危險了 戰毛兵要過來了 但巨鏡頭司機也準備好 但是普查爾的火炮也已經standby了 開回你巨頭來 火炮就來給你發大碗的 好 這邊兩隻聖綠直接被射倒 好 上方兩台火炮一直想要預判 好 長弓這裡 要考慮點一下義勇騎兵喔 不然這邊打火炮會很難打 好 銀貫點一下 義勇騎兵 好 火炮現在射程是12加1 所以長弓即使點了 火炮還是有一點的射程優勢 好 那這裡看起來 戰毛兵暫時給倒特的一些壓力戰 好 那待會就來看 倒特選擇的打法是 頭池車還是騎兵路線了 那倒特 普列典這邊是 轉七騎兵 或者是重裝騎士喔 然後三級馬卡 不然是肉馬 或者是重裝騎士喔 戰毛兵都只能打一滴血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覺得 普列典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科技線喔 所以打起來都是 還是可以應付各種狀況的 他會因為沒有科技而被限制住 只是他的操作會比一般的文明更困難一點 尤其是這個巨型投石機的控制 哇 這下面又偷掉了三台火炮嗎 123 哇 倒特這邊直接一個分隊長攻 好 倒特這裡也補下了戰狼科技 也意識到了戰狼科技的重要性 這裡巨型投石機沒有戰狼 是很難反其套回去的嘛 好 但是對方長攻 這不是長攻 這個戰毛兵喔 依舊五法五 天喔 反正這就是垃圾兵 你打完之後 我再採用一坨戰狼出來 而這個時間點的戰狼 打村民是很痛的 最近三級色化學都有 大概是七點喔 打村民是一下五滴啊 丟個八下就死了一村 好 倒特這邊是純長攻 巨頭壓制打法 這邊拆掉了一個層的東西 下方開始開拆 左邊的四台火炮又來了 但是倒特這邊已經解除了工程模式 好 這裡戰毛兵走進來 倒特沒有打算要收穿嗎 收一下 好 點了一個專瓦技術 巨型頭司機待會可以架起來 這裡就是巨頭的優勢點了 只要把巨頭收入到層下 那巨頭就可以對火炮 進行優勢的射程打擊 但是火炮卻打不到巨頭 不過火炮要打到巨頭的話 勢必要進入城堡射程裡 才能打得到巨型頭司機 那如果倒特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往前的話 那就不一定了 火炮就可以摸得到 所以這邊倒特巨頭的位置 要控得相當小心喔 哇靠 這一坨長弓居然被射倒了 倒特這裡有點小小的尷尬 戰狼的工程工程司 還沒有補下 點下 不然巨頭的射程有點短 這一波關鍵的工程戰 葡萄人這邊塔法 是偏向火器加戰矛的路線 並沒有要走騎兵嗎 但騎兵三級馬卡已經三級好了喔 這裡有細節 走的是肉馬路線 哇這個葡萄是真的摳啊 居然還走肉馬 而不是重裝騎士了 肉馬的遠防是6點 如果是騎士的話 那重裝騎士遠返會再稍微高一些些喔 好 力有點小心 後測一下 勝負兵高打低傷害很不錯 好 倒特這邊也開始轉騎兵鎧甲了 最後還是要轉肉馬 好長弓過來看一下 撞到輕騎兵 欸後面火炮一發打擊 打掉了一些長弓 火炮這邊要趕快往後拉 原地一直被 戰者打的話 很容易被火炮給擊殺喔 一整排的火槍 不是火槍啊 長弓啊 瘋狂逆錯了 哎呀真是 好 那不列列人 這邊長弓數量已經來到75隻 還在暗喔 已經超過一隊的上限喔 71隻 還不是60隻喔 那單挑的情況下來說 我是覺得60隻長弓 是最緊繃的狀態喔 在多餘的單位的話 不如就出一些巨頭 或是肉馬分推喔 會更好一點點喔 好 這個是補差喔 這邊是先率先實行的 肉馬分推這個戰術 那家裡不列電人 沒有轉出疾病的情況下 要回防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 長弓就去壓制住 火炮有點危險 好 往後拉 劇情投資機現在沒有主動選喔 如果往下進攻的話 下面有火炮 就很容易被反制回去了 損失太多黃金這樣就不太好 好 但是肉馬進來 家裡補了一個城堡 進行防守 這根堡好像有點難擋的樣子 應該要分一隊長弓回去就會比較好 不然家裡的臭迷術會死傷太多 好 不列電人這邊是繼續長弓按 就是不按馬 這裡馬就到底有沒有補呢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好 暫時沒有補 好 這裡火炮真的是 兩發 直接砸掉一大土的長弓 這個長弓真的是要對火炮特別小心啊 好 這裡道特寶又再次上演嗎 道特寶這次決定我不再上演道特寶了 直接all in村民 過來硬蓋 再把這個村民收村 蓋在這個收到城堡裡嗎 結果沒有收村 村民都直接 死傷慘重 道特這邊村民處只剩下87村 但是下方這一坨長弓已經路線進去了 還有上面的三巨頭 好這一波打進去 所以葡萄人也是被打一個措手不及 家裡也是損失很多 但是道特左邊的提示也被打爆 裡面的村民也是難討意識 目前現在的狀況來說 道特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最近現在是有這個長弓的射程優勢 進攻來說的話 他還是有擁有主動權的 那葡萄人雖然這裡有火炮 但火炮如果一個沒空好 也有可能會被長弓 進行這個機動性反擊回去 那現況來說的話 道特是比較慘 雖然是只有85村 經濟的部分 不過他這邊經濟還有130村 基本上是全滿的狀況 然後他這邊轉出了肉馬升級 但是農田已經被騷擾了這麼多 最後還是讓雷陀長弓回來救援一下 好補下了輕騎兵跟蹤技術 葡萄人這裡是繼續轉戰毛兵 戰毛打長弓到的這邊是有可能打輸的喔 絕對不能硬扛這個戰毛兵喔 趕快繼續射程打擊 好這邊繼續推進 這一坨長弓 平好人要想辦法解決一下 好上方 這裡長弓開始守住了 但是道特的後方 還有一些村民還是被抓掉 好長弓這裡危險 七騎兵往上衝刺 但是看到後方城堡還是決定後撤 這跟城堡是道特的避難者 好這裡火炮第一時間反擊 巨頭時機回去 巨頭時機直接爆開 但是長弓在後面沒有辦法即時回擊回去 哇到他這邊直接被火炮控的死死了 只要巨頭主動出擊的話 火炮就可以在安全的位置 第一時間反制回去 戰毛兵也往前 就可以克制住長弓 保護火炮 現在葡萄人這邊的防守正是比 不列天這邊更有優勢的 但以技攻來說的話 道特也不一定會輸 如果葡萄人進攻的話 防守這裡也可以上高地 巨頭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但我們個人認為 這裡還是要盡快轉出清洗兵 趕快反擊戰毛跟火炮回去 不然以長弓將對射的情況下來說 會越射越虧啊 好 道特這邊的人口數也回到200人口 但這邊長弓損失的有點多啊 火炮一直在輸出 長弓數量掉到了只剩下65隻 這邊還有42隻長弓 火炮砸一番 砸倒了幾隻長弓兵 長弓兵直接硬點後方的火炮 然後這邊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但是正面的弱馬加上戰毛兵 給前方長弓兵無情的打擊 數量從原本的40幾隻 掉到了只剩下20隻左右了 好但是道特依舊想要實施硬點策略 想要點光後方的火炮 好又點掉三隻 戰隊火炮停掉 第四台點掉 OK 這裡巨頭有機會回打一波 戰毛兵回閃 撤退了撤退了 好道特這邊已經把所有的黃金 給投資在了長弓上 左邊這一坨長弓 看到蓋寶可能要撤了 城堡蓋好了 好看起來道特正面是 稍微可以打回去了 三級馬卡三級攻 落馬是板級狀態 7加4加上三級馬卡OK的 這個長弓沒有空好 撞到城堡了 道特這裡有點危險 現在不能再損失長弓了 肉雖然有 但黃金已經要歸零了 這裡要趕快去補一些村民去挖黃金 下方這坨金要是能夠控住的話 道特很有機會可以拿下比賽 現在這邊兩邊都是想要找個突破口 抓下後方 結果這邊偷蓋馬就 開始要從右側進攻了 好道特這邊 肉馬加長弓開始在中間聚集 五台巨型投資機慢慢往前推 上方火炮沒有預判直接開打 再來預判一下 但是道特沒有繼續往前走 這時候已經注意到了火炮開始往後打 但是長弓地先反擊回去 火炮直接被點掉了三台 道特比尼斯被抓的那一方 但是感覺葡萄牙人也被抓到了 好那葡萄牙人這邊沒有轉出港灣大三戰 這是有點危險的 在這種中後期的時候 葡萄牙人應該要補個一兩個港灣大三戰 或是一個就好了 去補下自己的時候支援過黃金 到後期決戰來說的話 是有一定的優勢了 好這邊肉馬真的是很坦 你戰毛兵怎麼打 我都只扣一滴血 還可以坦住大量戰毛兵的傷害 後面的長弓就可以輸出 先騎兵配長弓 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而且是對方變成戰毛怪的時候 肉馬就成為了不列電的關鍵 好這邊肉馬可能要這邊去補 趕快往上支援一下 這邊交戰打出了非常好 正面的城堡也被巨型投司機給拆除了 下方有一坨清奇兵過來想要偷打巨型投司機 巨型投司機有機會收掉一台或是兩台喔 把一台拿掉第二台有機會嗎 再一台 很緊繃 沒有辦法 這個應該差一點點 結果還是拆掉了 結果還是拆掉了兩台 後面長弓突然停手 後方的肉馬開始無情亂竄 道特的村民數只剩下96村 但是正面給的壓力是道特給的最大 這位肉馬的數量已32隻 這邊要稍微分兩隊 上面要分一隊去打戰毛兵 下面正面一隊也要派一些去打會比較好 直接分兩隊 道特這邊分兵分得非常漂亮 分兩隊之後戰毛兵 直接被清奇兵壓在臉上打 沒有長槍兵 沒有騎士 清奇兵就是這裡的MVP 後面的火炮第一時間反擊 巨型投司機回去 巨型投司機回去 巨型投司機被拆掉了一台 這裡道特要趕快拉長弓去打火炮喔 有沒有看到火炮在下面通通打 這時候巨頭全部被拆掉 但是對手的火炮也全部被射光 上發了大落馬 直接砍爆了所有戰毛兵 我們恭喜道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道特這邊是一個長攻清奇兵爆 最後拿下了比賽勝利 後期的葡萄人有點尷尬 爆了一堆黃金死去喔 那正常打的情況下來說 葡萄人其實也可以考慮 轉一點這個強弩喔 跟道特這邊互打 那如果他沒有要打強弩的話 遇到對方已經轉出肉麻的情況下 要趕快轉出重裝長槍兵喔 還有這個奇兵出來擋會更好 畢竟長攻的話 他的射速慢喔 大量槍兵在前方 射倒了也不會那麼心痛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葡萄人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道特雖然這邊進攻得很漂亮 但他資源上來說 還是被騷擾得有點慘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道特拿到了1.23的KD值喔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到上面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會選擇 見一個好朋友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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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